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进入到冬季 就是大家其实都会觉得很担心的空污季 那移动污染源呢 这种其实就近在我们生活中的这种 例如大众运输啊 老旧的器材油的大型车啊 如何可能成为零排费的电动车 其实呢 其实电动公车现在在台湾是已经有了 可是相当的不普遍 我们今天一起关心这个话题 我为各位邀请到在线上接受专访的来宾 他是中兴大学电机系的副教授 同时也是台湾智慧电动车及绿能科技协会的秘书长 赖庆明赖教授 赖老师您好 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电动公车 它其实标榜是零排费绿能 那这个比起就是所谓的远在郊区的电厂 这种公车它如果能够使用电动化 使得它零排费 这对空污治理在城市里面是大有关键影响的 可是因为不够普及 所以我在进入到节目的正题 就是如何可以电动化之前 我有几个要帮听众朋友来请教赖教授的基本的这个入门的现况的了解 我首先请教赖老师 全台的电动公车 它大约占总公车数量的百分之几啊 目前的话大概占在百分之五以内 非常的少 对公共运输来说 我们目前知道电动车它有两种 一种是充电式的 一种是换电式的 听众朋友换电式的 大家其实很常见 就是有点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摩托车 那充电式的话 就是您停到地下停车场之后 要在那边特别充电 不是换个电池 请教赖教授这两大类的电动公车 哪一种其实比较符合公共运输的需求 好 跟各位听众介绍 目前在换电式的一个应用上面 是主要以我们所谓的小型机车 这种像这个机车式的 它是因为我们能力可以达到的 能力自己来换 但是如果是以充电式的 我们可以了解到电动公车 它一颗电池都非常的重 举例来讲有可能超过上百公斤 那如果要用换电的方法 那我们得必须用全自动电动化的 机械手臂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机组件 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那我们前阵子在经济部跟工业局 跟工研院开国会讨论 其实换电是在大型车辆的需求 我们是不去考虑的 所以目前来讲只有充电式的这个电动公车 我们是往这方面走 因为充电式的其实对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例如说像汽车Tesla这样 可是那个充电不快耶 公共运输的公车有时候这个驾驶为了要多累积几个里程数 所以把时间花在充电 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很符合公共运输业者的实际考量 在前阵子我们联合报也采访过相关的问题 就是以公车来讲都会觉得说 我的电池如果说没电了 那就叫里程焦率那怎么办 所以我当时就听了 我们在充电的补给上面 除了要有适当的一个充电时间之外 其实还可以利用所谓的无线充电的方式 让车子在停泊在我们一些靠岸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停着在接送旅客 这一段小时间我们充一些电做补给 那这个是已经可行的技术在国外也有 那所以其实实际上来讲 充电的一个速度是看我们国家的电力 能不能去对我们做这个电动公车 如此大电流的充电 那其实目前来讲 国家也受到这个电力的一个限制 还是有一些疑虑没有错 但政府投入很多绿能的一个建设 包括风力太阳能 都是为了能够去补足我们 2025非核家园之后 引起了一些电力缺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要说 以适当的电池的一个充电的一个效率 已经在提升的情况下 再加上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们还是觉得是蛮有机会 会会一步一步的达到我们未来的一个零屋 然后零屋缆 然后这个纯电动化的一个公车 以上说明谢谢 电动公车跟柴油公车 它的价格大概会距离多少倍啊 我想目前我们要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要想想说 那这个电动公车是哪里来的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一个零部件的工业 比如说马达电池 还有它的车身 那我们国家的主力 我们在电动车 我们在这个马路上看到这个电动公车 我们看到大概不是国产的呢 还是我们外销的这个从国外进口回来 还是有些大陆做的呢 其实这个成本的差非常多 基本上来讲 我们以电池的举例 如果一个国产化的电池 跟大陆制的电池 我们大概是差三倍 哦 那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了 是谁比较贵三倍 是国产贵三倍 是的 是国产贵三倍 原因就是我们的使用的量 跟我们使用的这个电池的数目 我们并没有办法很有规模化 但这个我们国家的强项是属于 像是ICT产业 这方面发展资贵车辆 就有很好的一个基底 可是在纯电动公车 它其实有很大部分是 其实还是在谈我们电池 我们的自制率 如果可以降低车门化 那当然会有诱因 那目前来讲 我们比较缺失的 还是在这个成本上面 我们是比国外的 比如说大陆制的要贵 所以价格来讲 我想这个是三到四倍左右 哇了解 差三到四倍 这个其实算是 为数蛮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因此 是不是我们的国家政策 在目前先行期的这个时候 会对购置电动公车有补助 是的 我们有很多补助 我举刚刚的一个三倍 就最近我们遇到一个案子 我们有一间学校 它想要购置所谓的电动中巴 中巴跟这个我们的柴油中巴 它比了一下一个是200段 一个是600万 所以我刚刚讲三倍 大概是在这里 那这只是中巴 如果是大巴 那就加上我们如果 柴油它不用充电 那你这个如果是我电动车要充电 那你又要有充电设施 这个建制 有道理 有 所以这个对普及化来讲 我们当然是不利于 我们的普及化 那政府有没有对我们 这个电动公车做补助 实际上我们过去一直以来 我们对电动公车 是一直是有补助的 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说 实际上的这个我们交通部 我们的议题 一直在谈国产化的议题 就是有补助我们的电动公车的 这些资质率提高 来做这个补助的一些费用 那甚至他们的 如果是像公车 它有里程数的补助 是本来政府就在做的事情 了解 所以政府有蛮多投入在补助的 那现在又投入在 这个希望补助我们国产的 这个电动车 能够用我们国产的电池 用我们国产的马达 所谓自治率的提高 所以我们真的还补助的 还蛮多还不少的 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 行政院有宣示 所谓2030年实施市区的公车 全面电动化 我想这个以十年 作为一个骑程 其实它是一个 十年乍听 算是一个蛮长的时间 但是以目前 就是如果要所谓 全面这两个字 全面电动化的话 其实开始有人有点担心 那我们也确实看到 您刚刚一开始就跟我们提 台湾的电动公车 大概占总数量的不到百分之五 所以我们确实在 对 我们在六都看到满街跑的公车里面 电动公车它虽然对于 就是减低空污大有帮助 是关键性的影响 可是却寥寥可数 这个数量很少 所以我刚刚总的来听 听到赖教授老师刚刚提到的 电动公车要更具有竞争力 我听起来好像车架啊 电池的 电池的 电设施 对 然后充电设施 这个好像要全方面的提升 对吧 是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譬如说以一台我们的公车 政府目前从交通局 去申请电动大客车 购车补助 每辆至少150万辆 甚至充电站有补助你一座50万 那目前才补助了可能六七十台 并没有非常的多 那原因就是实际上要通过这些补助 它还是有一些门槛 那当然电动车本来它的成本就比较高 续航力技术 我们还在考量一件事情 维修能力呢 我们买了东西进来 你还要考量怎么维修 所以业者他有没有这样的技术 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在投入在汽车产业 跟电动车产业 这个几乎是 尤其是像是这种商用货车 或者是电动巴士 这个都几乎是没有能量 那未来的话 你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你所谓妥善率 我们跟这个妥善率的这个要求 跟我们这个维修费用 这个都是让我们的业者 比如说我们的公车业者 营运业者 会觉得退 会觉得害怕的 这些原因 所以我们基础推的不好 这个大概都是事半型的 那为了空污我们还是得做 那目前政府就是在鼓励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透过编列营运的费用 鼓励业者淘汰 这个淘汰掉这个柴油 那已经有看到一些数量了 但实际上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那所以以20301万台这个宣示 我们政府正在努力进行 正在努力进行 它其实是 我刚刚在赖老师的回应当中 知道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变革 充电要有足够的充电座 然后它必须一条笼的 连维修的部分都必须去顾虑到 那这个维修的部分顾虑到 这其实是牵涉到 我们维修电动公车的教育 对对对 这个教育是不是有更上了呢 我其实目前在大部分的教育 技职体系里面 好像还比较少看到电动公车的 对对没有错 所以在教育界 也要有这样子的培植的人力 这看起来难怪 原来最近大家有一点在热潮说 其实2030 大看十年 但是还是咻一下 可能是不够的 因为它是系统化的改变的 我现在回到充电的这个问题 国际上面使用电动公车的国家 有哪些 他们面对充电的问题 也是如同您一开始提到的 他们的无线充电 可以比如在上下课 那短短的5到10分钟 就稍微充一下电 他们也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了吗 我想我举以色列的一个例子 好的 在我们最新的 这个上个月的一个新闻 科技新闻 他们这个以色列 他们的确就在柏油路下铺设了 所谓的无线充电的装置 那这个配合着我们这个有点像BRT 假设我们台湾市有那个BRT 以前叫BRT 现在你去看有一个轨道式的 包括我们的公车 走过去的一个专用道路 它其实在下面铺接了 所谓的电力传送器 这种叫做自动充电道路 那在巴士下方 它就装设了所谓的电力接收器 所以我车子在跑的时候 我就一边跑一边充电 那这有一个好处 第一个 我们可以降低 我电池不需要那么多 不需要那么贵 我们电池的容量如果可以下降 我们边跑边充嘛 所以我电池可以下降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让业者去装设相同的 这个充电的接收装置 那电池可以下降 成本就可以降低 是 那第二个 那当然就提升了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这个电动公车的 这个这个诱因就出来了 因为我业者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了解 第二个 那电池一下降 我车身轻了 我的续航力可以增加 我车身一轻 就一续航力就增加 那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要把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 就是充电的根本办法 如果我们一直在看这种传统充电方式 可能现在要考量的是动态充电方式 才有办法像这个 我们在固定的一些道路上可以实施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像新北市 台北市有一些专用道路上面去铺设 那我们可以思考是在我们的一个 固定的一些站别 让我们比如说公车一出去 能够休息在某个站 休息个5到10分钟再继续开 那把我们一个全市的一个 所谓的电动车的补给点 把它建立起来 那他可能是不需要人去 去做这个人工插电的动作 它是一个我们比如说国家所提供的 专用电力的补充设施 那车子就是固定开到那边 休息5分钟继续开 那他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缓冲 把电能做补给的 这个其实最早实验的国家是在瑞典 那接下来我们一直谈到像以色列 法国 瑞士 这个都有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这个像ABB 这种大型公司的快速充电系统 已经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选项 很可惜的是我们目前 像我们台湾就是在基础设施上 还比较不够 那也卡了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补助公车的费用非常的高 可是却没有办法投入在基础设施 能够再补给这些 我们刚刚谈到的无线充电公路等等 这个都其实应该大部分要去思考 包括我们未来要考虑 公车要能够跨线市 就不是所谓的低迷 要跨线市的话 要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或者快速道路 有没有无线充电的装置 可以让我们车子 在别人这种新的技术的引入下 我们能不能台湾做到 这个都是我们的考量 所以其实使用电动公司非常的多 已经其实几乎每个国家 我们不谈我们所谓的落后国家 我们谈开发中的国家 到已开发中的国家 都有电动公车的使用 但是用电动公车做得很好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瑞士 以色列 南韩 他们有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是不是我们一个考量 能够继续的把我们的 电动公车的里程焦率 我们的电动车的价格降低 唯一要降的就是电池 是不是可以往下修 不要那么重 不要那么多 无线充电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这个都是 日本也有很多实施的案例 这个都是可以提供我们国内的 我们的政府做参考 我们目前这不到 占比不到5%的这些电动公车 他们充电的10号会多长 然后通常充一次电 保保的电可以跑多少里程速 如果一天要开 假设驾驶一天要开车 8到12小时 如果一次就能够充保的话 其实或许我们就没有这种 公共基础建设的考量了 所以我才想请教赖老师 他充电的10号要多长 我想充电的时间至少 我们目前看起来是4到8小时 是比较多的 可以跑多少里程 以现在的旅程来讲 都是150到200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150到200 然后每次充电花4到8小时 可能这个还是有一些 我们好像都是在室内做应用 你比较难跨县市 除了像新北台北 都只能目前看得到 就是在我们的城市内 做跑的这个动作 目前真的大概就是 在200到250 那充电时间在4到8小时 那像港都客运 他有一些小公车 那目前大概就是100公里 然后充个30分钟 多转短距离的载客 短距的载客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一些小型化的公车 是比较小巴啦 小型公车 短距的接送 这个是有 那其他的话 我们国内目前来谈 大概都是200公里以内 比较常见 然后每次通用大概7到8小时 最短的也是4到6小时 大概是这样 了解了解 政府的政策 一向比较喜欢直接给补助 可是这个比起所谓的公共基础建设 后者他的这个整个的蓝图 以及他可以使用的 到时候他的量能 能够服务的量能才会大 如果一直单靠补助补助 这个到时候不一定产业 真的能够长得出来 所以你刚刚谈到的 这个部分我想可能是 我们的整体的政策的思维的改变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其实电动公车 它要搭配的事实上 跟能源转型大有关系 如果能源都还是大量的 电力来源都还是大量的 倚靠最便宜的燃煤的话 那其实这个空污 也改善不了多少啦 虽然是在郊区的高烟囱 但是也还是一大堆的 那个飘出来的PM2.5 这个供电配比的燃图呢 目前我们知道的是 2025年要达到2.35 两层的绿能 三层的燃煤 五层的燃气 也就是说用这个 比较不会有排废的 绿能跟燃气 成为一个七层的配比 那在这种配比之下 什么会是电动公车 它充电最佳的模式 因为我们其实对绿能 我们有时候都说 它拍到叮啦 就是要是天宫不赏脸的话 风不合日不立 有时候这个 就会有两层的电 听起来比较可怕 比较不稳定一点点 所以这个电动公车 它的在我刚才提到 至少现行的供电配比 它最佳的充电模式 是什么样的设计 好 我跟您报告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谈充电的模式 其实跟电从哪里来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我们真的要 讨论到一件事情 是我们的国家在发展中 不是只有运输 它还有工业 还有民生用电 所以其实在谈这些 运输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看看 我们在运输上面 要用的电力 其实未来转程电动车 会耗得非常的大 甚至会影响 我们其他的占比 比如说我们在工业 我们在科学园区 我们在民生用电 你都会受到影响 假设你的总体的电量 发电量没有提升 而只是改变占比 并没有用 这个是最关键的 不管是两层绿能 三层蓝免 五层蓝气 假设这个占比 对我们来讲 是总发电量 有没有提升 如果电动车 一加进来 就是一个新的负载 对我们来讲是 越来越多电动车 可能是危机 因为电力的不足 所以其实我来讲 是总体发电量 要去评估 我们现在有一个 很好的东西 叫做电池除能技术 如果说我们能够平常 在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把电储存起来 然后或者是我们 装了很多太阳能 我们装很多风机 我们可以先把它储存起来 在我们的电池上面 当我们电动车 在充电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电池除能 把它放电放出来 所以你中间会有一个缓冲 会有一个buffer 这个buffer就可以让我们的电动车 去进入一个所谓的 经济充电模式 它的电池的充电费用 可以依据我们国家的电池 这个电力能够去做一个调配 我们的电力调度之下 我们可以做一个智慧型的管理 所以如果说电动车 什么时候充电 什么时候要放电 那是用什么样的电能 我们都可以用除能来做一个buffer 那我们尤其注意到的是 假设我们在一个场域 它有很多充电站 它会瞬间让我们周边的一个电力 造成很大负荷 同时在充50台 可能那都大楼就跳电了 那一定是的 所以我们在考量这个电力的 一个供应的情况下 我们会考虑最新的想法是 能够将这个用电大部 也就是我们的电动车的充电站 我们必须要搭配除能 除能系统可以稳定电力 又可以说我们利用太阳能 利用绿电 利用蓝莓 用任何方式 我们把绿电储存起来 我们把我们干净的 那个比较干净的能源 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在市场的时候 我们让这个电动车来自由取用 那这样自然就不会对 我们的电力的这个负荷 造成我们突然短缺 或者造成我们充电情况下 电力的不稳 所以未来我刚才提到的是 我们加增加了很多电动车的负载 但我们也同时必须增加很多电动车的除能基础 要专门给电动车来充电的使用的高峰值功率 高电力消耗的时候来做供应 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去推广的 电动车及绿能科技的整合关键技术是在于电池除能 必须有效的掌握 当然我们最近在考量一件事情 电动车电力之间的交换 试想着在这个台北市 有一台电动车正在充电 我们试想着我们在台中有一个 说台中可能比较远 新北市好了 有一台电动车正在放电 好 这时候就是电池的一个另类的电力交换 我们刚才提的 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主持人问了说 我们是不是要换电 如果换电是属于硬体的 那这个不好做 我们刚才就提了 它需要一个很 甚至机械手臂 对 但是如果这个换电是电力之间的交换 它是一个电信的交换 那我们把我们电动车 电动公车的电 它没有再用的时候 我们把它放到 把它的譬如说5% 10%的电量 我贡献出来到电网 让远方的电力能够有补给 让它去充另外一台的电动公车 似乎我们好像所有的电力 能够在电力汇流牌 或者交流电也好 直流电也好 做交换了 这种也是我们急于 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 我们去投资电池除能 要花很多钱 我们也可以减少投资这个无线充电 我们可以让我们电动的电池 不只是负载 也可以是放电的电力来源 所以电力的交换在我们的电力网络上 就可以实施 这个部分的技术也是非常新的技术 我们国内很可惜的是 就是补助 我一直呼吁政府 希望可以补助在我们这个产学研的单位 能够鼓励这个新的技术 能够引进提完 是 了解 我刚刚听到了几个关键 第一个就是说 除能技术必须要能够掌握 这个是否则 这个用未来新的用电大户电动公车 要是它同时一起充 恐怕到时候 电力就相当的难调度 除非都能够是在离风的时间充电 但是说起来更方便 更便捷的 还是这个除能的技术要发展起来 那第二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相当创新的一种想法 可是对不起有这个赖老师 对于我这种 不是理工背景的人 我还更多的想要了解一下 比较能够听得懂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必须要做 在那个充电站里面 做智慧电网的意思吗 我们必须把它结合 我们的微电网 我们的微电网 其实是一个概念 是伴仇着我们整合绿能 整合传统的电力 整合我们的负载 譬如说电动车 它是一个混合式的一个 未来新进的一个 其实现在我们国家 已经很多在推智慧电网 这个智慧电网 其实在传达是一个功率 跟电力的智慧分配跟调度 如果电动车的电力能够上线 我们讲上线 好像大家都可以比较能够理解 把它传到上线到 我们的电力网上面去 上网然后看哪边需要多 就赶快送过去 所以我们先把电力线 把它变成网路线 网路线把它变成电力线 这种概念把它整合一下 所以我们的电力线 这个错综复杂在 我们的这个层次跟层次之间 所以我们的电力 可以随着这个 我们的国家的 这个电力调度中心 就把这个讯号 也就是电力 把它传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 那互相能够调用 融合 那这些聚合 能够让我们最好 最有智慧型的 这个用电的一个管理 把它架构出来 再结合我们未来很多AI软体 我们的这些思维 就能够达到我们的节能 创能 省能 转能的这些 我们各 我们各式种能源的之间的一个调度 最好的安排 是 各位听众朋友 陈伟觉得今天我们所谈的东西 事实上 就是过去每次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最喜欢喊出来的那几个名词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里面 我们透过这些AI 然后透过网路上面的这个调度 可以达到的是节能 而且也可以达到我们整个环境 大家的生活环境更好 空污更低 所以今天我 我过去总是觉得这个智慧城市 候选人都讲得好玄 最后都变成一个口号里面 好像没有实际的东西 但是我看到了 我听到了今天赖庆明教授所谈的 其实就是智慧城市 它具体可以使用的 台中市反而是六都做得最好的 并不是台北市 不是 对 这个也很 谢谢过去的林家隆部长 林家隆市长跟卢秀燕市长 他们对这个公车的一个 因为台中是一个很密集度 其实也蛮高的 那空污又是因为中火关系又是在这里 所以你空气品质一定要靠这种移动污染的急速降低 所以他们不做都不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目前卢秀燕市长他上任起来 已经增加了从145量到增加到190量 他任内要希望可以达到290量 从过去的林家隆部长是接近150 等卢秀燕市长 他这四年要增加到300 再到电动车的倍增计划 所以电动车有它的好处 就是它没有油烟味 它也噪音也很低 也是节能减碳 可是大家都在想说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国家就不努力推 原因就是它成本很高 再来就是它充电的确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希望的说 政府能不能多考虑一下 一些技术新的引路 能够让我们 比如说我刚刚提的 无线充电加上除能柜 加上电力交换 关键是三个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我想有助于我们现在 这电动车的一个推展 是 我今天非常感谢 中兴大学电机系的副教授 同时是台湾智慧电动车 及绿能科技协会的秘书长 赖庆明 赖老师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您 赖老师 谢谢 陈教授 谢谢您 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电动公车虽然它零排费 对于城市的空污治理 有关键的影响 可是它必须同时搭配着三个观念 否则可能电动公车 它会成了新的用电大户 那恐怕造成危机 这个是哪三个观念呢 有其中两个都是 关于能源的技术 包含了储能 以及智慧电网 整合性的调度 那还有一个是 我们的国家政策 能不能从靠给钱 给补助 这种便宜形式 转换为来做 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也就是无线充电 这一个空污治理的里程碑 考验着全民 还有政府的智慧以及决心了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我是陈伟 下周同一时间 Nits Radio 空中再会了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拜拜